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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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回到李京sir接觸的時間 今天繼續海洋系列 我們今天會接這個 大白鯊 大家看看這個 這個大白鯊 都幾厲害 一張紙接成 照慣例 我們找一張大一點的紙 因為這次這個步驟 真是幾長又幾複雜 全部如次如期 那些全部齊 我們可以開始 我們先放下這個 我們一開始一張正方形的字 首先我們先接個 十字形 對角線 就是 每次都會說 我們那些 角線 就貼得緊一點 對得正一點 來接 效果就會好一點 然後反轉 首先我們做一個 這樣 這條旁邊的線 就貼到剛才的中間線 對正的角 就尖一點 漂亮一點 就是 每一條接線 我們都要 刮緊 否則 接到後期 就很難接下去 我們要 每一條線 找個 對好的位置 之後 用手指甲 刮一刮它 它的線 會比較實 這會更漂亮 好了 這次是 比較有趣 我們首先要這樣接 然後就是這邊 平時有些不同 好了 接著 就做一個 這個剛才接的兩條線 接著我們 都是接去中間 但是下面那兩個 就成為一個 以前沒有試過這樣的形狀 好了 這個接完之後 就到這一邊 好 好 做完這個 這個時候 這樣的形狀 反轉一張紙 把這個 下面的三角形 接上去 那個位置 剛剛是 當然是對回中間 還有就是對回 剛才旁邊這兩個角落頭的位 就是拉到盡的角落頭 好 這樣 我們現在就打開這張紙 打開這張紙 然後我們把下面的三角形 頂去最頂的位 現在的最頂的位 當然 角落頭是剛剛對回中間 現在是這樣 注意下面的三角形是大小小 我們現在打開上高的三角形 然後我們可以反轉一張紙 這個位置 我們就是這樣摺 我們是 基本上是這樣摺上來 這樣摺上來 但是這個位置 剛剛 這邊就剛剛對著那個角 就是去到最敏邊的 這一邊 去到這邊 那張紙自己對摺回 跟著那條直線 我們就會 形成一個180度的角 那條摺出來的那條線 就剛剛90度 摺出來這條線 就跟底邊是90度 我們這一邊要再做一次 一樣的東西 好了 又是這樣摺上來 好了 好 做完這個 我們放在這裏 這個時候 我們把下面的三角形 撥開 好了 然後這個看著 我們這個是這樣摺了 然後我們就 中間這條線 這樣摺過來 然後就拉過去 剛剛才摺那個 中間就會有個小的正方形 兩邊的直線都會摺了 剛剛才摺那兩個直線都摺了 好了 現在就有少許複雜了 開始這個步驟 好了 我們首先把頂的正方形 揭去一邊 然後我們就做一件事 這裡是有條斜線 這個位置是有斜線的 我們就把這個中間線摺過去的同時 就摺出這條斜線 這樣就 我們記住一件事 就是中間線 這條中間線 就要對底 那張紙的中間線 那就按平這個位 好了 按平這個位 好 摺到這個位 之後 這個一個 三角形 然後下面這個位 我們就摺這塊上去 其實本身已經有摺線在這裡 我們就摺這個上去 因為這個位是有用的 好了打開的時候 我們就 揭開這一頁 揭開這一頁 把這個摺進去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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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用回那個 用回那條線 這裡會有一條線 我們會摺了 然後摺上去 這個位就要對正角落頭 好的 好了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摺下來 這個位 我們揭開這個 就把剛才這條線 收到後面 好了 現在是這樣 這裡我們看成一個三角形 這個位 我們就 做一件事 我們是要反過去 但是我們就要跟 中間那三條骨 把它摺回右 然後 這個途中 這樣反過去 好了 這個做完一邊是這樣 做完一邊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打開 我們做另一邊 都一模一樣 好了 因為一模一樣 我就快一點 好了 把這個中間線摺過來 這裏中間線 對底的中間線 好 然後這邊 就摺進去 好了 這裏拉上來 用回這條線 然後這個角落頭 對正 那我就快一點 好了 反下來 接著把那個線 就摺進去 把整塊東西 回到中間的同時 我們就把這個骨 摺右 那條線就摺右了 好了 現在還未看到那個 鯊魚的樣子是怎樣 好了 接到這裏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樣貌 差不多是這樣的 好了 接著我們就做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首先我們這一塊 第一塊面那一層 就摺上來 我們要這條線 接著就摺下去 然後 旁邊這個 摺到中間線 兩邊都是這樣 好了 我們就揭開 揭過來 把這一頁揭過來 然後打開中間 摺到剛才的斜線 好了 然後我們就要 這個部位 兩邊就摺右腳的位 摺到中間 又是 這些 這一個系列的摺子 全部的位置 其實都有個標準 就是你可以對回哪條線 或者哪條角落頭 那你就會 是它的標準 那就不用自己去 自己去找那個 對的位 比較容易理解一些 好了 摺到剛才的右腳之後 我們就打開它 然後就這樣 造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我們摺上去之後 就摺下來 這個時候 我們就打開這個位 就把剛才的中間 摺線 摺進去 這樣 現在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 打開這個位 摺回去 拿到盡的話 大概是這樣 這個位置是平的 我們這一邊做的 是一模一樣 我又是做快一點 如果兩邊一樣 好了 打開這個位 下面兩腳就摺右 又是 如果這個 有時候我摺得太快的話 就沒甚麼所謂 你隨時可以停下來 就看看那個步驟 摺好你們手上的 那一隻 那個步驟之後 你就 再移動那個機 繼續看看那個步驟 這個要這樣看法 好了 做好這個樣子 我們下來 然後 摺開這兩個 就把那條中間的線 摺回去 好了 好了 然後這裡會有個盤 我們就 拉上來去到盡 就揭回中間 現在是這樣的 如果這個東西 揭上來 揭到盡 就會成了一個這樣的形狀 好了 大概是這樣的形狀 好了 接著我們要做一些線的問題 要預留一些線 好了 首先我們把這兩邊 這兩條 叫做手臂的東西 摺上去 然後 下面這個角落頭 就摺上來這個位 這個位是甚麼位 我們看到 拿開這個 我們看到這裡 中間這個位 有一個交叉 有一個交叉的 那個位 就剛剛碰住 角落頭 碰住交叉的位 我們要這條 摺線 這條橫線 摺緊一點 很重要的 好了 打下來 這個暫時不用著 我們把這個 三角形 對摺上去 遮住所有東西 真是一個 三角形 下面是一個三角形 現在可以 繼續做 這個三角形摺了之後 我們就摺下來 這個斜斜地摺下來 那個位在哪裏呢 首先這一邊 就是要對著角 碰住角 而這一邊就是 這條線自己本身對摺的 有個位會摺到這樣 看清楚一點 這邊是對著角 這一邊就是對摺的 當然 我們做了這一邊之後 再打開 然後做這邊 這邊是對著角 這一條線本身對摺 只有一個位是這樣的 其實 好 做到這個位 我們就要整個東西 整個東西 這樣對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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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自然而 下面這個 就會形成一個 這樣的形狀 你只要把左右兩邊的 那條斜線都摺好 好了 現在去到這個形狀 現在去到一個這樣的形狀 可以說這一邊是大白沙的頭 這一邊是大白沙的尾 這兩條就是大白沙的旗 露出水面的旗 我們現在頭要處理一下 首先 這裡有一條斜線 斜線去到角 我們就要捏起它 當然兩邊都要同時這樣做 摺起它 捏起了一個線之後 我們就這樣的形狀 這樣的形狀 這樣的形狀 我們要同時移去這邊 移去這邊 這裡大家看清楚一點 移去這邊 這裡有一條線 這裡有一條線 我們移到那個位接實 就是把這個角移到這裡 分三分 三分二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摺了過來之後 就感覺到這個 這個和這個份量是一樣的 好了,曲了過來 這個就是頭部加上前旗 我們就會發覺 這個樣子揭起這個 就會這樣的 我們就把它摺上來 拉上來 拉到這樣的 好,麻煩你幫我攝影 因為這個 因為有些部位 就算我拿張很大的紙摺 它都會很細 這一邊也是一樣 把這個前面的旗打開 就接尖它 就會拉到紙的部位 對 剛剛好這個位 遮住 這樣 大家看的話 在畫面會看到 我的說明比較差 好,現在是這樣的 現在是這樣的 好,我們就處理那個旗的問題 這個第一個 拉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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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去到盡 但是 摺的角度 大家要留意 我們要做到的位 就是 這條線和這條線 兩邊的兩條線 是平衡線 平衡線 我們這邊也是 這邊比較容易 這邊拉到盡 我們對前面那一塊就可以了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好,我們開始做這個旗了 首先這一邊 這一邊 其中一邊 不是兩邊一起做 我們將這個摺落少少 摺落少少 這個摺了下來 類似這樣 這個位置怎麼拿 差不多也是 摺下來之後 這個和這個差不多 摺下來之後 這個和這個差不多 然後我們就要打開這個中間 就這樣摺下來 打開這個中間 按下去 大家也是 找個中間的位 找得好少少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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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把面那層紙 揭起左右兩邊 把它打開 然後按下去 就會 形成了一個類似五角形 但又不是很正的五角形 扁的五角形 類似這樣 類似這樣 然後我們又要拉回這個上去 拉回這個上去 怎樣拉呢 中間線的位置就是摺著 然後兩邊角落頭 兩邊角落頭 就是斜線摺到那個位置 最後得到的效果就是一個這樣 一個這樣 細細的三角形就會在那個末端 這樣 這樣 看著 這個 變魔術一樣 將這個 這樣摺下來 那個位置 就是去到這個 去到沙魚背脊的位置 沙魚背脊的位置 然後把這個 就頂著沙魚背脊的位置摺去後面 然後摺在沙魚背脊的中間的位置 那你務求就是 正是突出那個三角形出來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背脊 沙魚的其中一個背脊 好了 這個做得漂亮的話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做了那個大魚翅 大魚翅 這個就是這樣 去到這邊 調轉來做 當然 我們首先 就把這個三角形摺下去 那這次 這個三角形怎麼摺呢 就是摺下去的時候 都是直線 就碰到自己的直線對摺 這個三角形和背脊的位置 留一點點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一點點就可以了 我們接了這個 然後我們沿著這個斜線 沿著這個三角形的斜線 就摺去後面 小心點沿著那個斜線來摺 其實去到這裡也好 每個步驟都是 那個線要刮緊一點 好了 然後我們打開它 打開它 我們就把這個在這邊 中間打開 中間打開 我們沿著斜線 來做一個 reverse flow 兩邊都一樣 反出來 外反接 這個outside reverse flow 那就兩邊一樣 好 這樣子 應該兩邊一樣 一個類似鶴咀 我們這次 最低就是 揭開面那一層紙 應該有三層 揭開面那一層紙 我們就把裡面那一層紙拉出來 照著那條斜線 接著那個位 它就會成為一個零形 後面也是一樣 把面那一層紙拉一格出來 然後照著斜線 好了 就是一個零形 那我們 跟著 看到這個零形 這裡有個中間線 這裡有個中間線 我們就把那個中間線 又是摺到裡面 摺到裡面 摺到裡面 好了 這個 沙魚的背旗 我們一樣 要想辦法收到裡面 收到裡面 那怎樣做呢 首先沿著沙魚背脊 這樣摺到 如果在這邊看就是這樣 然後再 把它 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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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把它打開 沙魚背脊位的中間 把剛才摺的東西摺進去 好了 我們就得到這個沙魚 那個背旗 兩個背旗 都在這裡 我們現在可以摺尾巴 沙魚的尾巴 這邊就是尾巴 我們開始摺 首先這個位置 這樣看 我們就要這樣摺上來 在旁邊看就是這樣 然後 把它捏住中間的位置 去到盡 就摺到 退到盡 這個動作不是很難 應該其他摺紙的作品都會做過 類似做了這樣的樣子 類似做了這樣的樣子 好了 然後 就 做一件事就是 頂上 我們 捏住 細微的動作 捏住這個位置 然後就 摺一摺下來 是的 都是一個類似 殼的咀 這樣 然後 看著 我們做了這個位置 之後 就要把兩邊尾 兩邊尾 這個位置 就摺少少進去 前跟後一樣 摺少少進去 這個很細微的動作 摺很少 我做了之後 就給大家看看 好了 在底部來做 按著底部來做 摺少少進去 就會剛剛鎖住 最頂的位置 類似這樣 這邊又是 這邊又是 大了出來 那邊又是 摺少少進去 我這次在表面做 給大家看 剛剛好 卡住最頂的位置 好了 少少就可以了 好了 類似這樣 又 細了 這個位置又細了 跟著 這個就是 尾棋下面的位置 我們要打開下面 看中間的位置 然後把它壓下去 這個就真是 喝醉的樣子 注意 這個位置 是有個最盡的位 我們要拿最盡的位置 但是至於摺下去多少 就要自己看 怎樣像沙魚的樣子 摺下來就類似這樣 然後我們每一邊 揭開它少少 揭開它 揭開它 這個位置就會肥了 好了 這邊又是 這邊又是 這個 這個 尾棋下面的部分 揭開它兩頁 因為兩頁是剛剛中間的 然後 然後 就 闊了 那個位置 是 類似這樣 這個鯊魚的尾棋 是 是 跟著 這一塊紙 這一塊紙 我們就 摺 就是摺到它後面來摺 剛剛貼回魚 沙魚的底部那條線 剛剛摺回底部那條線 這個又是很細微的動作 我們反過來也做一次 這個 這個位置 我們打開這個 摺去下面 就會剛剛連接那條線 剛剛連接那個沙魚底的那條線 好了 這個沙魚的尾差不多到這裏 跟著就可以做沙魚的頭 我們記得剛剛曾經做過一條直線 所以這個位置會有一條線 這個位置會有一條線 現在我們要把角落頭 這個尖角 去到這個 碰到這條線 摺到 好了 摺到頭 差不多了 因為整個身都摺完了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打開它 把剛才摺的線 摺到中間 要跟著那條線 一定要 即時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放在桌面做 我們就揭書 揭去中間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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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去款 揭去款 只看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把這個尖尖摺上去 又是三分之二 大概這個三角形摺了之後 高度跟它自己的高度差不多 將下面這個三角形兩頁紙 兩頁紙向兩邊攝開少少 向兩邊攝開少少 又是我們會做一個類似五角形的形狀 移開少少那層紙 就類似這樣 這個沙魚的嘴 我們就把這個尖尖向後對摺 現在類似這樣 現在類似這樣 我們就撕回剛才摺出來的五角形的位置 將它這樣移出來 就當作打開了它的嘴 打開了它的嘴可以咬人 這樣 然後要做一件事就是 頂這個位置 它是跟沙魚的背部是不貼的 我們就摺下來 它的效果就是 它摺完之後 它就貼回背部的位置 不會凸出來 好 現在是這樣的樣子 然後我們兩邊臉 側邊就摺進去 然後我們就會做了一個這樣的形狀 我們就捏細這個位置 就會多了一個細三角形 這個細三角形我們上下摺一摺之後 又是打開中間就銀下去 打開這個細三角形中間就銀下去 那個效果應該就是類似一個細的零形 我們就再把那個三角形 細的三角形就摺上來 我們就會做了它的眼睛 我們這邊再做一次 又是這邊已經摺了頂的位置 就把這個側邊面摺右 因為這兩條線的雙膠 我們就會將中間的角落 摺了一個細的三角形 我們打開它就銀下去 這個就用來做那個眼睛的過程 有時這些位置可能你用一支牙籤摺一摺它就會很容易做到 摺上來這個眼睛 那個鯊魚的頭和嘴的眼部大概是這樣 接著我們做一些鯊魚塞 鯊魚塞這個就是技術層面一些 看著我做的時候你們看著 然後你們回去可能要練習幾次才做到 首先我們抓住這個位置 近著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不看著近著這個位置 我們就摺一摺這個位置 就整理它成為一個長條的摺痕 長條的摺痕 去到這個位置 注意兩邊要對稱 兩邊要對稱 就摺去後面 摺了一個直的直線 但是就是有些叫做差了少少 差了一級 所以就會形成一個條文 重點是兩邊都是相似的 接著我們做頭那邊 頭那邊反而有一個摺線幫助我們 這裡有一條摺線 我們就只要拿回那條摺線 拿回這條摺線 類似的樣子 在頂上看來 在底下看來 我們就是摺少少進去 拿著那個位置移動少少 就是做了這樣的形狀 然後我們 為什麼要拿一頭一尾 這個摺線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和這個中間的位置 做一條這樣的線 我們就做多一條摺線 這個我們拿中間的位置 又是技巧的問題 這個就是這麼久以來 我們就拿一個左右 就是底和面都一樣的位置 做了一條摺線 這個就是沙魚的摺線 我們做三條這樣的摺線 主要是收回那個摺線的位置 但是這個注意一點就是 這個魚旗就不要摺到尖 我們做一個類似梯形的物體 凸出來 做了這個魚旗之後 上面那個位置 又是摺回那個摺底的收尾進去 這個位置又是 我們總共摺三下 摺回到下面的位置中間 它應該就不會摺的 很細的地方 做完之後我們類似這樣 將那個東西收回 我們看這邊 這邊還未收的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做多一次一樣的東西 開頭的魚旗就摺一點進去 主要就是為了收回那個摺的位置 有些像包餃子 或者那個角仔 收回那個邊 這樣 又是摺三下 就把那個摺的欄體的位置收回 那下面就變平滑 這個是我們要的效果就是這樣 好 然後我們要做一件事 拆回這個旗的位置出來 拆回這個旗的位置出來 因為還有一件事要做 就是把這個旗的位置拆出來之後 我們要做一件事就是 將裡面的一張紙 放一個角出來 放一個角出來 就會這樣 就會這樣 剛剛好拿回那個位置 一模一樣的 那這邊呢 跟著我們可以放進去 這一邊也是 因為還有一個如期在底可以用的 這個位置也是 我們將這個拿出來之後 拿出來之後 我們又是 放這個位置 打開這個位置 就放那條線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放兩個如期下去 好了 這兩個位置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做另一個如期 摺上來 摺上來 貼底的線 然後把這個斜斜地摺過來 拉少許 拉少許 然後把這個摺下來 又多一個 腹部的如期 這一邊一樣 做多一次 把這個摺上來 跟著腹部的線 然後把這個 少許移動過來 然後 這樣的形狀之後 我們就把它摺下來 又多了一個 腹部的線 腹部的旗 這兩個都是一個小的旗 我們這個鯊魚差不多做完了 最後一個步驟 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這裡有一個如期的位置 我們首先把這個如期摺上來 這邊也是 把這個如期摺上來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把腹部這條線 沿著這個如期和這個如期 摺進去底 這個是一個大的動作 或者整條腹部的線 都要摺進去 令那個魚 就有一個立體感 這邊也是 整個底的線 沿著兩個如期的位置 就摺進去 那個魚 就要有一個立體感 做到這裡 其實那個鯊魚 就差不多完成了 這樣大概是 我們的海洋系列 就繼續下去 下一集就會 這個比較複雜一些 我希望大家慢慢摺 大家都摺到 因為這個鯊魚真的幾美 難以置信可以摺到 我們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